Hello 大家好 我是Vlogger Fina 很高興參加了LRB比賽 我可以進入第二回合 第二回合我會介紹一些我精選給大家的LRB產品 這些產品都是我現在一直都有使用的 首先要介紹給大家認識的 就是這支維納絲女神黃金系列的金梨子精華 為什麼要介紹給大家呢 首先看包裝已經覺得這支金梨子精華很尊貴 而且很奢華的感覺 你有沒有看到裡面有一顆顆的24K黃金 金梨子精華的黃金是用高溫去分解 高溫電解的方法令它變成一個負離子 塗在面上就會刺激我們血液循環 還有我們的淋巴循環加速我們更快去吸收一些養分 而同步也可以幫助我們排毒 所以這支精華我就推介給大家 你看到這支胸的已經是我第三支精華了 現在預備開一支新的 我試給大家看看吧 你看到其實這個精華不是很稀的 也是質感比較稀 我上手也很柔滑 而且你會看到一點點一點點黃金在裡面 那是24K黃金來的 塗完之後你會看到很水潤的 很滋潤的 而且皮膚很快就已經吸收了 而且最重要的一件事你看看塗完 感覺是否好像很滑 而且呢 你看到是很乾爽很清爽的 不會黏黏黏的 那我覺得現在你看到越來越大太陽 夏天就來了 那我也覺得呢 塗上去也不會太黏黏的 而且呢 真的可以滋潤到我們的皮膚 那你看到我的皮膚也OK 對吧 好了 第二件事要介紹給大家的 就是抗氧花防曬粉 那它是沒有含圓的成分在裡面 是用太空物料去做的 好像很厲害的 我馬上覺得 那主要有四個顏色 那分別有白色、綠色、蜜糖色、粉紅色 那綠色主要就是 如果你有很多暗瘡印、臉很紅的 還有一些瑕疵的 那我們就會用綠色 那就是一個對比色 可以平衡肌膚的顏色 那如果我們用來均勻膚色的話 那好像我這樣選擇這個粉紅色的 那就可以了 那呢 試給大家看 那它有防曬20度 那你見到呢 它也是粉紅色的 那但是塗了出來 就很薄的一層 那還有呢 很快就不見了 那它可以做妝前的底霜 那你見到呢 塗完之後呢 那我的膚色也是相對會白了一些 那還有也很滑的 你摸上手 那 那有時候呢 好像星期六日 或者好像現在放假 那你不想每天都化妝 因為你都想皮膚去休息一下 即是可以透氣多一點 那所以我都建議大家可以用這一支 防曬粉 那因為它塗了之後呢 就已經可以做了打底了 那 就這樣出街掃眼 那其實都已經有一層底霜 有防曬了 那而且呢 它也都可以保濕的 那不會永遠很乾 那你看看 是不是好像很滑那樣呢 那所以呢 我就推介這兩個產品給大家 那希望大家呢 有機會都試一下 那在夏天的時候 那尤其是我們都會去做運動的 那那 塗了精華去做好打底保濕排毒 那然後呢 我們就再塗這個 防曬啦 那其實它又可以做打底 那 就算掃眼去跑步的時候 撞到粉 就是整身汗也好 那 都不怕 這個樣子很失禮啦 是不是 好 那希望大家喜歡這兩個產品 拜拜